再來看到屏東決善堂 在民國100年爆發了廟方主委的選舉糾紛 民間司改會今天指控屏東檢察官吳文正介入其中 不但在潮州分局內直接舉行了主委的改選 甚至還濫用搜索扣押的權利 吳文正今天出面成親 他說已經徵詢過了兩派意見 才會到分局進行選舉 司改會不應該指定性一面致詞 二指檢察官又一裝 民間司改會質疑屏東地檢署檢察官吳文正 介入寺廟主委選舉糾紛 誇張行進有濫權嫌疑 我告訴你 你反共兩句話不可以嗎 我就牽手啦 牽手他 他說你如果那麼囉嗦 你如果不算 來 警察你來 這個給他抓水 打過來恐嚇我說 你不交出來 你馬上要關到裡面去過年 如果這個不叫做 這個不叫做魚肉鄉民 不太知道什麼才叫做魚肉鄉民 屏東決善堂 廟產將近三億多元 在民國100年時 前後任兩派主委爆發糾紛 前任主委控告後來的主委 涉嫌未造文書 民間司改會認為 承辦案件的吳文正 將刑事與民事合併處理 並且致認為召集人 不但濫用搜索扣押權力 還認定前任主委等人涉嫌侵佔 痛批吳文正喪失中立 還決定將吳文正先送檢評會 我們當然很懷疑啦 這樣的一個吳文正檢察官 是不是有貪毒啦 這樣的檢察官是不私認的啦 因為要淘汰掉 那後來我就審訊他們的意見 說那乾脆你們兩邊 到在某一個時間到潮州分岐去 然後我會通知縣政府的主管 承辦人員 然後我們去 就當場去選出主委見會 新派的已經合法選出來的 他們自己當初也沒有意見 現在我交他們移交的時間 要移交的時候 當初也沒有移交 怎麼會是片面支持 旧派的這樣講 你就說要移送評鑑 遭到指控的檢察官吳文正認為 已經兼顧兩派說法 只是寺廟管理委員會選舉 卻演變成爭奪廟產的糾紛 恐怕也不是信徒所樂見 郵電TV林巧蓮 前子民 以至剛 台北報導